5月18日纪念尼克松访华50周年中美关系破冰纪念酒会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 来自全美各地的多个华人华侨社团、华商代表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大会由美国侨学界社团联席会主办旨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促进华人华侨在推动两国民间交流中的巨大作用 中国驻美大使馆徐学院公使宣读了秦刚大使的贺信 并转交给乔学界社团联席会共同主席监秘书长林明华 徐公使讲道中美关系目前处于十字路口 两国关系究竟如何发展是萦绕在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他强调把中美关系推回正轨才是真正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攸关世界和平稳定大局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我们必须看清大事 找准方向把握本质共同行动 把中美关系推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 他表示在美的数百万华裔华侨在推动中美关系中有巨大潜力 本月恰逢美国亚太一传统月 在国会山举办这场活动 有特殊的意义 也能帮助更多的华人华侨思考自身的责任和能量 林明华表示 美国侨学界社团联席会将继续为华人华侨积极搭建两国合作的平台 努力化解分歧 维护华人华侨的利益 马州国会众议员David Trump表示 他将协助在美华人削减对亚裔的仇恨和歧视 并希望美中两国扩大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马州参议员李凤谦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华府话语记者赵正义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